題目說牆壁上面有一個長2公寸 9公寸的長方形 那麼另外有紅色跟綠色的磁磚分別是 紅色的話是1公寸跟3公寸 綠色的話是1公寸跟6公寸 然後又要用那些磁磚把它填滿 好那也是一樣 我們先畫一個簡訊 它其實像這樣子 它現在有上下的部分嘛 對不對 好 然後你要想的是 你先解決上面的部分 因為它這裡不是長2公寸嗎 所以這應該是1 這也是1 所以上面這個是9 所以上面這個9的部分一定是由紅色跟綠色所組成的 那這個原本也應該用註冰的方法 不是假設一下嘛 但是因為這題目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做 為什麼 因為你看綠色的部分它的長是6公寸 所以如果這也是6公寸的話 那這邊只剩下3可以用嘛 所以肯定是一個綠色跟一個紅色的嘛 所以它總共會有幾種情形可以選 其實三種 分別是如果是紅色的話 因為它是3的關係 所以會有三個紅人 所以是紅 紅 紅 我寫個R 就是代表紅的意思 還有是什麼 紅跟綠 以及綠 什麼東西 綠跟紅 解錯了 GR 好 那所以這邊是一種 這邊是兩種嘛 對不對 所以你大概要用什麼方法 要用的是加法 對不對 因為它是在同一行 上面這一行裡面去做計算的嘛 所以要用加法是1加2等於3 那下面跟上面其實是完全一樣的狀況 所以既然上面三種 代表下面呢也應該是幾種 三種 那問題是上面跟下面 這個是不像當你故咒一 這是不像當你故咒一 這是不像當你故咒二做的事情 所以上下的話要什麼辦法算 要用乘法原理 所以答案應該是3乘以3 9種 聽懂嗎 那我先告訴你 如果萬一不能夠確定的話 有一個方法 你就用樹狀圖去表示 比如說如果上面是紅紅紅的話 下面呢 下面是不是有可能紅紅紅跟紅綠跟綠紅 所以也就是說上面的紅紅紅 下面就會有三種情形 那也是一樣 如果是上面是紅綠的話呢 那下面一樣是紅紅紅紅紅綠跟綠紅 也這樣會有三種 那這邊也是要是有三種 那種會不會有九種 這樣想也可以 聽懂嗎 那就是說 考試的話連續知道那個步驟 有分步驟跟每個步驟的狀況 如果是同一個步驟裡面的話 就用加法 不同步驟的話呢 就用乘法 加快啦 OK